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人已经和日本鬼子打了好几年 而第一个打赢日军的就是蔡秦凯 也就是彼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提起蔡秦凯可能不及薛律 张自忠等抗日名将出名 但第一个给日军重创 让日军重新审视中国力量的正是蔡秦凯 1931年11月 蔡秦凯的第19个陆军奉命担负金户连线的警卫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日本入侵 此时的日本正企图从海上登陆 实现南北夹击中国 从而企图灭亡中国 1932年1月 日军企图占领上海 要求防守在上海的19路军后撤15里 国民党高层已经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按命令传达到蔡秦凯这里时 蔡秦凯断然拒绝执行 1月28日 日军箭谈判不奏小 盼然开 战功打上海 蔡秦凯毫不示弱地还击 当时驻守在上海的19路军只有4万多人 而且多以轻武器为主 因此 面对日军的疯狂炮火 十九路军非常被动 当时的小日本已经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东北 对小小一个上海根本不在乎 放话三天即可占领上海 却万万没有想到 蔡秦凯足足和日军血战了33天 迫使日军四次撤换指挥官 不过 不得不说 日军打起仗来完全不要命 疯狂地对十九路军的阵地发起冲锋 但每次都被打了回去 后来张志中的五路军也赶来增援 日军更是寸步难以向前 在蔡秦凯看来 狗日的 小鬼子的这时找死 省得老子跑去东北找你 由于蔡秦凯的部队没有防空能力 日军不断地用飞机进行轰炸 和日军打了二十多天时 蔡秦凯已经知道 怎么应对日军的轰炸和反扑了 他下令战士在挖战壕时 要挖得深一些 深到举手都够不着的程度 战士们都踩在小凳子上作战 敌人轰炸就躲在战壕 日军冲锋过来 就带着凳子一起撤退 小鬼子冲到阵地后 来不及看战壕有多深就往下跳 日军本大多数是矮个子 跳下战壕之后根本够不着 想爬起来也很困难 这时 我军战士迅速反冲锋 手榴弹全往战壕里面丢 把小子鬼诈得血肉模糊 一片哀嚎 这就是蔡廷凯反击的高招 你有飞机也照样拿不下我的阵地 对付小鬼子不用讲人道 有什么招尽管是 后来 蔡廷凯又想出了一个妙招 再从前线返回司令部的路上 蔡廷凯走得即被几颗红豆给划倒了 在晚上蹊脚时 他就想到这个妙招 第二天 他让警卫员搞来大批的黄豆 撒在日军进攻的这条巷子里 等日军冲进街道和巷子时 皮鞋踩在黄豆上滑倒一大片 这时候 日军来不及起来 就已经被打成晒子了 蔡廷凯坚守上海三十三天 日军始终未能占领 1932年3月24日 在英 美法等国的斡旋下 日军和中国签订了松户停战协定 暂时遏制住了日军侵略中国的野心 给上海带来了多年的太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